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成,歡迎來到我的遊戲頻道 那在前幾集的教學中呢,各位有沒有越來越熟練啦 那現在這一集呢,就是要教大家如何在爬升過程中呢 就是通過高度一萬英尺,然後以及到巡航空城的設定 那我們話不多說,就開始囉 好,接下來我們快要接近一萬英尺的高度 那我們通過一萬英尺的時候啊,我們要把那個燈給關了 快步燈光給關了,然後安全帶燈看情況 看要不要把它關掉,這樣子 好,9600,好,繼續齁 繼續趴行,趴升,通過一萬為止 好,9900,1萬 好,通過一萬英尺,我們把燈給關了 好,9900,1萬 好,接下來我們就繼續啊,我們就繼續爬升到一萬,接近一萬六千英尺的時候呢 我們再來跟大家說明什麼地方要做調整 我們繼續快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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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 按一下 這個十字頭,對不對 好,一萬一到 按一下 那邊STD 好,然後這邊也要按 這邊也要按啦 按不到吧,趕著收下來 按一下 按一下 好,然後接下來是這裡 這邊也可以按一下 沒差就不給按 阿卡沒有做出來 就不按了 好 我們繼續快轉 好的 我們努力的爬升之後啊 我們大概剩下1000英尺 就可以來到我們的巡航高度了 好的 然後等一下我們到達這個16000 我們就會把我們的這個 Power Magnique 我們會把它懸到Cruise Cruise的高這個位置 但是現在還在還在 這個努力的爬升中啊 這個爬升中 1000尺 用170的速度爬也是 很努力啊 而且ATR本來就沒有到 把它飛到飛得很高 盡量 盡量飛上去嘛 盡量飛上去 然後到之後我們就可以懸過去啊 那Cruise 然後懸過去之後啊 他就會用最高的速度 他電腦會去算啦 不就算一個最適合的速度來去飛 那245基本上他應該也是飛不太到 那你也可以說就是按下這個 然後去指定飛機 像我都會指定飛機飛個210啊 啊 210啊 然後多少的 那個210其實就很好飛了 那這樣子你在 在下降的時候也不會因為他突然超速 好 那我們就讓飛機呢 一直慢慢交速了210接8 好 那我們就繼續巡航 好我們等到快要巡航的時候呢 再來跟大家講 我們要怎麼樣準備好做下降的資料了 下降的資料了 好那今天就是以上的教學發生到接近巡航的一個過程 那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下一集呢 要跟大家講解說明就是如何在要下降前準備好下降的資料 資訊 我們飛機上到航設備的設定 那今天就到這邊囉 我是阿成 下一集見囉 拜拜